相信我闲嗓,用好学习吧 大家好,我是洪秀 今天呢,给朋友们来聊一聊 芝麻叶有什么养生价值 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呢 会采摘新鲜的芝麻叶来食用呢 来吧 那么最近的朋友们会发现 在我们河南许昌当地啊 家家户户 年年呢,在这个季节 都会种着一些芝麻 大豆或者是花生 这样的作物 为什么呢 说实在一点呢 第一,它可以卖钱 它可以为农民朋友呢 带来一部分的经济收入 第二呢,就是吃 长年到,你以食为天嘛 所以说呢,芝麻呢 它的用途还真不少 它上面栽出来的果子 也就是芝麻 它不仅可以榨油吃 也可以给它变现的做成芝麻酱呢 或者是拿来就是炒食了 都可以的啊 所以说呢 大家请看啊 芝麻开花结结高 眼下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那么很多朋友呢 会有疑问说 这个芝麻叶 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值得大家 对它是如此的听来呢 来吧 一起了解一下 芝麻叶 芝麻叶 它不仅是极佳的食用干菜 还是作用不凡的药材 新鲜的芝麻叶踩着来之后呢 晒干 可以保存一年左右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里面会出现中暑 头晕的现象 好了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芝麻叶的小妙招 采摘适量的新鲜芝麻叶 清洗干净之后呢 拿来煮水喝 它有很好的清水解渴的功效 芝麻叶 它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 还有糖类 维生素A 维生素E 尤其是里面的 钙 铁 铁 等这些微量元素 那么喜欢养生的朋友呢 大家对芝麻叶呢 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经常吃一些芝麻叶呢 还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呢 白皙润泽 并且呢 能够防止各种皮肤炎症 女性旁们一定要记住了 芝麻叶它还有很好的养血的功效 它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干燥 粗糙 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啊 那么芝麻叶呢 它还有养血的功效 它可以使我们干燥粗糙的皮肤呢 变得红润又光泽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希望观看农村的话 在主视频 聊些更多的主知识 记得点关注啊 下期视频 再见